都说明星靠脸吃饭,用的都是Law Prairie,POLA,CPB,Law Mayor,这些大牌产品,所以才能看到他们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,特别是眼睛,有没有戏关就是区别年龄的最关键的地方。 对于护肤来说,一定要用最贵的眼霜,才能让你不嫌老医,大师蓝大小宗品眼霜这个是我用的最早的一瓶贵价一点的眼霜,那时候读大学,用的小心翼翼,总的来说,鸡蛋轻质地,好吸收不算顺息的那种,不容产脂肪力,主要成分,生育分乙酸质抗肇,二连酵母发酵产物融包污,白泡提取物等于系列导湿成分。 去水种,成分和工艺结合得很不错,使用感上更适合眼部皱纹不多,会有点水种的少女,可做预防保养。 二,雷蒙海兰之谜,浓缩性肤眼霜主要成分,经典海藻提取物,酵母提取物,紫墓序,六上菜,还回香等保湿抗肉成分。 比较起来比雅诗蓝带,小宗瓶的抗肉成分更过,使用感也更好。 总的来说,它的保湿效果,去黑眼圈,去浮肿效果会比雅诗蓝带小宗瓶更好,而且使用感很棒。 如果我不是有智希文的诉求,我会回购雷蒙不过价格没有那么可爱,如果眼皮感的话,秋冬保湿度不够。 三,菲洛加360度眼圈用它的时候还是2017年的夏天,我一个夏天或游,觉得保湿度刚刚好,到冬天肯定是扛不住的。 但是感觉去黑眼圈的功效环,是有的,也有些紧致效果,使用感也很OK。 而且包装我喜欢,真空无污染感,主要成分,二炭,棕驴仙四炭七等抗皱成分,抗坏血酸,苦光干菜,眼前暗的美白成分及保湿成分。 从成分上就可以看出胃马有去黑眼圈的效果了,因为有美白成分啊。 当初我还一度以为是我的错觉,乳液状质的,不油腻,好吸收,而且性价比很高,适合混合皮油皮的少女。 当然你们的去黑眼圈秘籍,应该是好好睡觉。 四,Law Prairie与紫酱眼精华,加眼霜,这是我秋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买的。 秋天的时候,我这个混干皮,用着用着正正好,与紫酱精华无辜无过。 但用精华保湿度肯定是不够的,因为我有次偷懒,第二天就剪了肝纹。 吓得我后来兢兢业业的擦眼霜,叠加眼霜滋软度是很OK的,剪致效果更好。 之前我眼皮有点松弛,用了确实有好一些,这点值得点赞。 主要成分,群与紫酱提取物,生育分银酸脂,透明质酸料等抗皱成分,水凉酸都美白去水肿成分总的来说。 冬天时候对于我的保湿度就不够了,因为偶尔还是会起肝纹。 但是使用感很好,紧致效果大于剧皱效果,推荐给眼部有点松弛的少女吧。 性价比不是特别高,但是量比较多,我觉得可以接受。 然后大眼睛滑,这是我最近买来给我娘亲的,顺便多买了一瓶。 因为听说紧致去浮肿的效果很好,随着碎片流逝,我的新陈代谢没有以前耗了。 竟然喝多了水也会水肿,成分跟雅诗兰的眼部精华可以说是很类似。 不过使用感上,这个更精薄,其实这个使用效果我觉得跟LP的眼睛滑差不多,这个还有按摩头。 但是我就喜欢冰冰凉凉凉的感觉,搭配按摩,去水肿的效果真的是不错的。 而且确实是眼部基底液,还是需要搭配眼霜,是和眼部易水肿的少女。 性价比OK,所以总结可以得到,想去黑眼圈的可以入菲洛加360度眼霜,想消水肿的可以入蓝后大眼精华,想要紧致效果可以买LP, 想去皱纹里一定要入海来致迷。